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够燃起你的希望 能够扛过这一次的焦虑和压力 我们有请陶陶 上一期当中跟大家讲过 你自己是一个坚持自我的标准 要一个什么样的按你的心理 你的设计的那么一个丈夫 一直到后来你被神改变了 标准完全改变了 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 你最后把标准变成什么标准了 然后你咱就吓掉了 当我一直持守自己的标准的时候 经历了神在我整个信仰价值观 对世界对自己 很多地方的重新塑造 到最后我觉得在婚姻上的祷告 那些条件就一个一个在向下撤 都撤掉了 最后呢有一种 哎呀都已经十年了 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了已经 那么最后在上帝面前 完完全全放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真的相不相信 神是全能的神 能不能真的相信 神完全爱你 他对你的爱可以到一种地步 是你想不到的 他都能为你想到 你相不相信这个 神一直在问我 你真的信吗 真的信吗 那我在面对我自己的条件 等候的时候 我不得不由心的承认 我说神的确我不太相信 否则的话 我不会持守我自己的观点不放 我跟神承认 我说神我不太相信 我怕我不这样求的话 我会有幸福吗 我很担心 担心他真的是 把我不喜欢的带到我面前 这个怎么办 我担心很多 但是实际上神在每一天呢 也会用他的话语 圣经上的话语 一直的在挑战我 问我 你真的信吗 你愿意信吗 那一句话他挑战了你什么 我记得那个诗篇上有一句话 就说 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 我在想可能这十年 这么多年等下去 怕的就是羞愧 真的是怕没有婚姻 真的是怕未来的丈夫 不是我心仿意的 很怕 那多羞愧啊 我甚至害怕 我怎么跟人家提我的信仰 等了这么多年 很多不信主的 包括信主的人 也都会说 你等了这么多年 原来是这样啊 我甚至都在想 我怎么替神辩护 所以呢 这句话说 等候耶和华的 并不是羞愧 让我很难过 我说神你说的这么好听 我为什么这么难过 那我为什么老觉得担心呢 对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后来 哎呀 我觉得 无奈的时候 我说神这样吧 只要是个男人就行 我最后真的是这样祷告的 我说神 这个一笔功效过去的事情 全都放下 美功难戴眼镜斯文高收入 对什么儒雅 全部都勾销 全都放下 我说神呢 是个男人就行吧 那个我什么条件都没有了 我就这样跟神求 我说这样还不行吗 我说我不飞就想结婚吗 你干嘛这么难为我 那之后呢 但是实际上呢 赌气放掉的标准呢 和心里面真的放下 明白的不一样 那个时候只是赌气 赌气放下 心里面怎么放下 心里面想 我也没有什么出路了 我不依靠我的神 我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我还想凭着我的容貌 长什么样的呢 我想凭着我自己的经济条件 长什么样的呢 我那时候开始怀疑自己 所有外在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 并不是我幸福的保证 所以我想放下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 你不放也不行 对 无路可逃了 男的女人到了这个年龄 必然觉得自己 好像做女人的所有资本 一下子就没了一样 真是这样 我觉得神把人带到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禁地 但是这个禁地人以为是个死路 一点点亮光可能都没有了 但没有想过 这确实神要奇妙作为的一个开始 你赶紧说吧 我都等了太久了 怎么嫁掉了 嫁掉就是 就是星期天 大家做礼拜的时候 会有唱诗班 带着大家一起来唱诗 我当时在教会弹钢琴 我们教会呢 有一位小伙子 刚信主不久的一位小伙子 在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组 所以呢 听过这个人 但是没有见过 后来呢 也是一个新年的开始 教会呢 成立了弟兄时代 全是弟兄男性 我作为唯一的老师 琴师 我是唯一的女性 大家肯定想 哇你的机会来了 但实际上呢 这个诗班 除了这位弟兄是未婚以外 其他人都是已婚的 大多数都是已婚的 当我第一眼看见这位弟兄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涌现出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 这人不可能是我的丈夫 我马上把他否了 因为他实在跟我心中所想的 一点都不大调 我完全不一样 他是一个超级现代派的一个人 整个作风呢 也很现代 用我的话 就是说不靠谱的一个人 我不会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一个 不靠谱的男人 他还比我小两岁 这就更加让我觉得 这肯定不是神为我预备的 所以压根没动过想法 那么一直就是这样 在一起每周排练 这个过程中呢 差不多有五六个月 那么在不断的接触的时候 会有一些沟通啊 有一些了解 我慢慢发现 这个人跟我想象的 有很大的差距 其中有两点 让我完全的那个 重新看的这个人 第一点呢 是他刚信主 时间没有我长 圣经不熟 但是我发现这个人很奇怪 他经常会说 圣经是这样说的吗 我说是 那他说 那就这样去做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很让我吃惊 因为我不会这么简单的 去去这样问 也不会这么简单的决定 我不会马上说 哦 神这样说了吗 那我就去做吧 但是他却超乎 我意外的简单 对神的话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天呢 他分享起过去的情感经历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 就说 真的是你的妻子 你必须去爱 不管他有任何缺点 不管将来有任何变故 哪怕是他已经出墙了 红杏出墙 他有外遇了 一定是你男人的责任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说 哇天哪 这是一个敢负责任的男人 他是一个愿意承担的男人 这两句话出来的时候 让我重新的看待这个人 我在想 到底是一个人什么最重要 让我重新看待自己的价值观 到底是学历呢 学问呢 能力呀 还是一个人的内心 愿意去承担 愿意去付出 愿意去顺服上帝 我觉得是哪一个更重要 哪一个是能让婚姻真正的 往下走的一个力量 根基 慢慢的就开始观察他 开始喜欢他 眼睛开始对他变得很大了 这个同时 上帝也在我丈夫心里面 做了很大的工作 那么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丈夫压根也没看上我 他一直是向下看 那他就要找彼此 自己年龄小的 他从来没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的 对 我说我一直向上看 找一个年龄比我大的成熟的 我也不向下看 后来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彼此的看到对方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不错 然后呢 我的丈夫想 我是个男人 我要主动出击 于是他来上我这来出击 讲了一天我才明白 他想表达什么 后来呢 我们两个决定呢 在神面前祷告 祷告了四十天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小了 我们也想慎重的 看待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俩说 那就祷告四十天 每天晚上 进食一顿饭 晚餐不吃 然后我们俩还约定要读圣经 每天读一章 你当时在祷告中 最想去寻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还是我的老毛病 我的价值观又开始出来了 因为我的丈夫跟我所祷告的以前的标准 完全不同 他不是理工男 他学历不高 收入不稳定 也不高 家庭条件也不好 年龄又比我小 也没戴着金丝眼镜 所有的标准都不是我想要的 这个对我冲击特别大 我也开始遐想 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同事说我的丈夫 我将来怎么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的丈夫 我怎么跟我的父母说我的丈夫 对我来说挑战特别大 我当时又想到了神说 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 我就在想主啊 这个怎么说呢 怎么说都觉得羞愧 人家说我丈夫哪哪哪毕业的 我怎么说呢 人家说我丈夫什么学历 我说那我怎么说呢 于是这个又冒出来了 后来我才发现 我跟神说 我只要一个男人就行了这句话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那个分量有多大 也不知道我内心当中 还没有完全处理好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这四十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四十天 每一天现在想想 神都是紧锣密鼓的在我心里动工 让我明白我的问题在哪儿 怎么样 那个经文它解决了你什么问题 我看到就说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弃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这句话对我来说触动很大 还有一句话就是 你们要想想 你们在基督里是如何信主的 那这两句话一直让我想了很久 我又在想 我是怎么信主的 我到底信的是 世上的价值观 标准 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 还是真的看重上帝他所看重的 他看重的是人的内心 他看重的是人在神面前的 上帝所赋予他的价值 我也不断地在想我的丈夫 我在想他学历美我高 他的那个所有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但时尚神拣选了他 赋予他真正的生命 神那么看重他 将他从卑微的地方提升出来 他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呢 我却靠着外在的这些条件来 衡量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带来 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带来 价值 能不能给我带来幸福 所以我看到 学际上 我对人的 判断 都带着很多的虚荣 不真实的东西 后来 我明白神的心意之后 我说神 你看重的应该是 我也应该看重的 你的工作是最好的 人即便是无有 但你若自他智慧聪明 一切都从你而来 那么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不是我自己的 后来 我们在四十天以后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跟上帝说 我说神 我太害怕 我等了十年 可是我真的害怕做决定 真的是要面对决定的时候 我又不知道怎么决定 我想退 退步 然后我和上圣经 不祷告 不读经 我这一天决定选择 不听神的话 因为我害怕 面对选择 但是神不放过我 很奇妙的是什么 我那天突然间 接到了一条短信 我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是谁发给我的短信 是我曾经认识的人 我没有存他的电话 还是什么关系 短信是一段经文 圣经旧约当中的一段经文 我早晨的祷告 我说神我害怕 然后这段经文说 你不要害怕 我是你的神 你不要惊慌 我与你同在 我必帮助你 我必搀扶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看到这段经文以后 我就在神面前跪下 我痛哭流涕 我说神力太为他了 我说我相信 虽然我好像看不到保障 但是你就是我的保障 我未来幸福的保障 所以到了晚上 我也没想到 我的丈夫出人意外 碰着99多玫瑰 跪在我单位门口 对 我一出去的时候 旁边他还拉了几个见证人 在大马路上 然后跪下来 哎呀你嫁给我 我的天 我说我真是怕了十年 突然这样我还真受不了 然后我就说 你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然后他说 哎呀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能起来了 最后说哎呀不对 你紧张忘了拿戒指 又从兜里面掏出戒指来 哎呦看了之后 我当时说实话 没有觉得幸福 就是觉得突然 感觉抬不起头来了 我说你快点起来吧 你快点起来 不要这个 我说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答应吗 答应吗 让世界的丰富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 扩张你我的境界 欢迎收听 境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来自于境界多媒体的音频节目 有生境界 我是文君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在这样一个 即将和我们的父母团圆的时候 如果你有那种逼婚的压力 那么有没有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人 他的经历能够带给我们希望 继续跟朋友聊一聊 如果这个问题再早一点问 一定有别的答案 尤其是在刚结婚的时候问 我一定回答说上当了 受骗了 因为我们的命运 就是打着去的 我们两个开着车 然后一路吵到目的地 就是这样 当时还是觉得很难过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冲突很大 因为刚结婚都是要磨合 冲突特别大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难过 想想是不是真的走错了 是不是自己选错了 上帝也错了 我也错了 他也错了 又开始怀疑 但是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 真的需要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就是神自己 如果没有这位神的话 那一定是很恶劣的发展 即便会好 那可能是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 但是因为有神在 那两个人都知道 自己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 那个时候才会发现 哦 原来我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俩曾经遇到过的最大的问题 你经历过的是什么 而你说的那位你们婚姻中的第三者 怎么帮助你们度过 我们两个经历最大的问题 现在想想的其实都是自我的问题 比如说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候 你应该理解我呀 有没有具体的事情 太多了是吧 太多了 对 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决定 今天要去谁谁家 那丈夫希望我们现在就去 那么我呢 希望到时候再去 去早了 打扰别人 那么丈夫说的是 我们去早了 可以更好的沟通一下 聊一聊 两个人想法不一样吗 天上去好像答案都正确 那么其实很多这样的细节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有一天呢 教会的一位带领人 他邀请我们晚上 去他们家里去吃饭 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俩也欣然同意了 那我丈夫决定回家 待不了多久 就马上走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们晚一点走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带领人呢 一天很辛苦 我们越晚一点去呢 他可能会休息一下 那我丈夫的想法是 人家既然邀请你了 一定预备好了 我们可以去欣然前往 和他多沟通 于是我们俩就因为这个观点不同 就争执起来 那么后来我丈夫说 那你选择去 还是不去 我说去 但是一会儿再去 我们两个各词之间 后来沟通了 我们才明白 他的想法是 感受到自己 在我心目当中 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丈夫的意见 可以随便的就否定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不同情理 我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我觉得我考虑的非常好 你就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然后他最后 扔给我一句话说 你最后一次决定 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说我不去 最后我丈夫气坏了 把我们的结婚就拿出来 在我面前晃啊 然后就说 来吧 我们把他撕掉 那天我们也没有去 我觉得神的出现 总是让人出乎意外 他不是马上会给你答案 马上给你解决 我们两个冷战 晚上分居 等到过了一夜的时候呢 就该生活的生活 工作的工作 以为会这样放下 但实际上 在四目相对的时候 还是觉得那个隔阂 纠结 那我们两个都 都在想 我们是真的希望 是这种结果吗 当天晚上呢 我们两个说 祷告吧 那我们两个都各自 到神面前祷告 当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变得 就不那么刚毅 你在想法中 你觉得自己的变化 是什么 我就觉得 首先先不管这件事情 是什么样 判断对错 那么首先应该看到的是 我应该如何的对待 我身边的这个人 这个态度 是我所应该 重新整理的 后来我就 跟我的丈夫道歉 我道歉 我说我没有考虑过 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我只是考虑 这件事情 该怎么解决 通过这件事呢 我看到神 其实更在乎 人的内心 你的心 真的是 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考虑对方的感受 考虑对方的需要 真的是以 这个人的心 为你最大的一个考虑 我发现 神纠正了一个 很大的地方 就是我往往 以事情为中心 不是以我丈夫为中心 所以给我改变挺大的 你就会发现 在上帝的恩典 慈爱面前 你的有理 没有那么大 没那么多的分量 你所有的理由 似乎都不重要 因为你想到 这位神 完全接纳理 完全爱你 而你也知道 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那么在上帝面前 你就觉得 你完全被他接纳的时候 你如何去爱别人呢 所以想跟神说委屈的时候 也觉得张不开口 那只能说 神呢 你给我力量 让我也能去爱 我身边这个人 你给我力量 能让我去向他道歉 能承认自己的问题 后来的这样特质的丈夫 你觉得比你原来那个标准 更合适呢 这个我想过很多次 前两天还在跟丈夫说 我说我想我要把你换掉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我必须承认 真的是把他换掉的话 我想没有我现在这样的一种幸福 我原来所祷告的发现 我并不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的丈夫呢 他非常热情的一个人 而且比我小两岁 他要看得比我更活泼 比我开朗 而且他内心柔软 这个是在他外表掩盖之下的那个本质 这个是我以往没有发现的 但正因为他内心柔软 第一愿顺服神 第二呢 是当他看见我 真的是有温柔 软下来的那样的一个小小的迹象的时候 我丈夫都愿意原谅我 都愿意接纳我 都愿意说来安慰我 这个是我原来没有想过的 我以为那个儒雅 温温尔雅 仅仅是外在的 但是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内心柔软 才是真正的温柔 内心的那种柔软的力量 才能让一个人有改变 才使我不断的在两年的婚姻当中 开始真正的对付我 我单身时候的一些自负 我的骄傲 我自以为是 我的觉得自己聪明 觉得自己能干 我很多对自我的那些判断 当我这两年跟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我才发现如果不是这样一位丈夫 内心柔软的一位丈夫 我可能不会那样的承认我自己 是这样的有缺陷的人 因为越在他那种 看似很无力的柔软当中 等候我长大 我以为我比他大 我要更好 但是他很肯 敞开他的心 敞开他的胸怀 说没关系 你就这样也没关系 我多少次跟他发脾气呢 他当时很愤怒 但是他会马上 你会看到愤怒在他脸上消失 他选择来接纳我 他选择不发脾气 那他也需要很大的力量来控制自己 当他一次一次 不是以恶之恶 以硬之硬的方式对待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自己这个缺陷在哪里 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我才发现上帝给我的祝福在哪里 我就很感恩 我说如果换一个 那么像我一样标准高的 知识丰富的 思维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位弟兄 我们俩可能天天就在真理上较劲 可能天天在标准上 真个你高我低 天天的会在一些事情上 彼此辩论 有益处吗 有爱吗 这个没有考虑过 我非常感恩 我经常说 我说神幸亏你没给我一个理工男 不然我得憋死了 在37岁的时候结了婚去吗 对 现在又马上要做妈妈了 对 真为你们高兴 感谢上帝 谢谢 好的 也希望你今天跟我们这样坦诚的 这样的分享 能够给我们现在处在焦虑中的朋友 借鉴到能够有力量 也希望今天发生在你生命中 这么美丽的祝福 也能够祝福到他们 感谢神 愿上帝加倍地祝福大家 好的 接下来我想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婚礼上你们俩唱的那首歌 那么 有可信的话说 这首歌呢 是我们在准备婚礼的时候 我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的这个一段经文 当时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心就是被神深深的打动 因为经文上说 有可信的话说 你若与基督同死 就必与基督同伙 我们若能信 必与基督一同作亡 我们纵然失信 神也是信使的 因为他不背乎他自己 我看到这一段经文 就想到我十年的经历 我就想在这十年当中 神在我身上做了很伟大的工程 让我一些价值观得到更新 我觉得也像与基督同死一样 那么也让我的心的生命 喜乐的生命 充满盼望的生命活过来 就像与基督同活一样 当我失信的时候 我发现上帝他不失信 虽然我有远离他的时候 不信他的时候 但是他依然用他的慈爱 他承诺了 他就保守 他承诺了 他就一直到底 所以呢 我看到神真说 他必不背乎他自己 我就很感谢神 我说真实在这十年当中 我经历到上帝的话 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 那我 我觉得没有什么 能够表达我 这十年当中的一个感恩 后来我就跟我丈夫说 我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经文写成歌曲 那他天天也揣着这个经文呢 他不断地读 不断地想 很快地就写出来了 当他给我弹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觉得这是我想唱的一首歌 后来呢 我们两个就一起 在婚礼上 唱了这首歌 祝福大家 也是感谢神 有可惜 听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比与他同伙 我们若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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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比不忍耐 我们若能忍耐 我们若能忍耐 若能忍耐 我们若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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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不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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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能忍耐 欢迎收听下期境界 我们若能忍耐 估订阅 所有人都没有忍耐 你们一定是给 him 能忍耐 但我们理解 他已经和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